刘德华说,年月变,但我未变,他红了将近40年,在很多人心中,他不再是偶像,也不再是明星,他活成了一座灯塔,没有遥不可及,却总能照亮你的路,让你不再孤单,他很红,都说一年一偶像,百年刘德华,我从不刻意追星,但是刘德华在我心里就是这样的存在。 我发过一条关于他的微头条,阅读98W,我高兴的不是阅读,而是原来跟我一样,一直喜欢他的人这么多,从小在我家里的光碟最多的就是他的,每天家里都会放他的CD,那个时候听不懂好不好听,也不懂怎么评判一个人,只知道MV里面唱歌的他好帅,电影里面跟他搭戏的女孩都好美, 那时候就想,要长得特别特别漂亮,才配站在他身边和他搭配吧,直到长大以后,才真正懂得,始于颜值,限于才华,终于人品,在他身上才是最真的体现。 就像他参加开奖了,小撒问他,你会不会担心害怕有一天你不再红了,他质地有声,红跟不红,不是你说的,我觉得大家不会忘了我,即使有天我对娱乐圈没有价值了,我还留下的还有我的品。 因为我帅的,不是脸,而是脸后面的灵魂。周杰伦曾经也说,我的偶像是刘德华,不管他红不红,近日因为扫毒二的宣传,人民日报对刘德华进行了专访,并且提名为他点赞,问他这么多年,可以这么努力的源头是什么? 刘德华的回答是,我觉得是一个习惯,把努力变成一种习惯,他真正切切地做到了,他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,因为对于一个,出身在60年代的贫民窟的笨小孩,起点可能比你我都低,他从一个贫民窟搬到另一个贫民窟,过早的就是尝过了各种生活的苦。 14岁一场大火,更是让他们家一瓶如洗,甚至连居住的房子,都需要靠政府救助,能够有限如今的成就,他的努力可想而知。 所以张学友说,每次想停下休息的时候,看到刘德华还在前面,就不敢停下,一直地追。 在这个盛产网红的年代,一个人要走红其实不算难,但要一直红下去才是最难,因为娱乐圈鱼龙混杂,瞬息万变。 而刘德华做到了,他通过自己的努力,他成为了四大天王,他成为了五金影帝。 他出过120张专辑,唱过1300首歌,拿了500个权威音乐奖项,他还拍过140部电影,拿过三个金像影帝,两个金马影帝。 在他最红的时候,他一年拍12部戏,每天睡眠不足两小时,如今他58岁了,他还在拍这种高难度的电影。 他距离上一次,在泰国拍广告坠马,不过才两年多时间,他距离上次因生病,而终止演唱会,才不到几个月的时间,而这一次拍扫独二。 所有的高难度动作,他都是自己亲力亲为,自己受伤了自己都不知道。 作为剧中的妻子林嘉欣看着他都心疼,林嘉欣评价他说,他真的是戏里戏外都是一个英雄。 SHE说,华哥是我们三个的理想老公,我想说,何止是你们三个? 背后估计还有三千万个视他为梦中情人,可是这个帅了58年的大男神,只将自己的专情留给了一个人,他和朱丽倩1986年就相识。 当时的朱丽倩还是刘德华的歌迷,而他们真正决定,要永远在一起的时候,是1997年。 因为刘德华说,当两个人真正决定,要一辈子在一起以后,就不会再分开了,这样算下来,他们都把自己最美好的20多年给了彼此。 他在《鲁玉有约》里面说,他觉得朱丽倩比他自己更爱自己,其实他自己若何尝不是。 他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,原来拍戏的时候,一年只有两个星期的休息时间。 而在朱丽倩怀孕的时候,他整整休息了八个月,陪在朱丽倩身边。 甚至是女儿出生后的前三个月,都是他自己照顾的,因为他们家里是吃素食的,而月嫂不会做素食。 所以女儿出生的前三个月,都是他亲自照顾。 连刘佳玲在金马奖的颁奖现场,也这样评价他很专情。 一个真正的天王巨星,就算是真的在忙,也会空出时间来照顾自己爱的人。 他被人爱,也同等的爱人。 有人说,三十年前妈妈喜欢的人,三十年后我们还喜欢,难得的不是这个时代,是这个时代拥有刘德华。 刘德华在《鲁玉一日行》里说,喜欢我的,会帮我,会担心我,会更爱我。 不喜欢我的人,我可以一步一步让你们喜欢我。 这就是刘德华,他有这样的自信,因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,都足以让人喜欢上他。 2006年,一个内蒙呼和浩特的歌迷,给刘德华写了一封信, 我没有钱,坐不起飞机,估计这辈子看不到你的演唱会了,不过不要紧,还有下辈子。 华哥,下辈子,你能不能不要改名? 还叫刘德华,我一定存够钱,去看你的演唱会。 正在准备2007全国巡演的刘德华,看到这封信后,立即改变了计划。 把呼和浩特定为全国巡演第一站,在这一站演唱会上,刘德华含着泪说,下辈子我不会改名字,我还叫刘德华。 他就是这样一个会真心体贴粉丝的人,他会为护住一个被保安粗暴拦截的粉丝,从两米八米的高台一跃而下,急切地说,请不要这么对他,放开他。 他会在粉丝扑上来的时候,第一反应护住粉丝的头,并且告诉保安不要过来,没关系,也只有他会把粉丝当朋友逗乐。 在男粉丝一直大声喊着,我爱华哥,我爱华哥的时候,他接过话筒回到,过来,结婚,也只有他。 到58岁这个年纪,还在台上卖力地演出,想要开组整整20天的演唱会,陪爱他的歌迷们度过跨年夜,最后却流着泪在台上说抱歉,让几代人都红了眼眶。 刘德华他所诠释的不再是偶像,而像太阳一般,温暖了身边所有爱他的人。 有人说,这世间不会再有那么一个人,以身作则50年,用半世纪去定义,偶像这个词的意义,不会再有那么一个人。 在香港娱乐圈红了半辈子,却没有一点绯闻一处错处,因为香港50年才出一个刘德华,一生被人温暖。 1981年,刘德华才20岁,而这个时候的周润发26岁,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许文强了。 刘德华在一次跑龙套的过程中,认识了周润发,有一次在片场,周润发见刘德华兴致不高,他们聊了起来,周润发挥了挥自己的手腕,亮出腕上的劳力士金表给他看。 而对于那时的刘德华,一场戏的片酬也不过是,一百到几百之间,而一块几十万的劳力士手表,对于刘德华来说,简直就是天文数字。 周润发对刘德华说,你一定也听说过,我当初跑龙套的故事吧,凡事都有一个过程。 做人最重要的,第一是对自己有信心,第二是要努力,只要你努力了,总有一天,劳力士会有,你想要的一切也都会有。 后来,许安华找周润发拍投奔怒海,周润发便向导演推荐刘德华。 那一年投奔怒海,创造了票房神话,刘德华也是凭借这部电影,获得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,最佳新演员提名。 从那以后,刘德华的演艺之路就开始了。 1990年,刘德华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,因为投资失败,加上合伙人跑路。 刘德华身负巨债,也惹上了经济纠纷,走投无路的时候,向华强夫妇拿出4000万给刘德华,连欠条都没写。 最终,帮他渡过了难关,那个时候的刘德华,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能走多远,但是他一直很努力。 一年拍十几部戏,只为了不负别人的成全。 刘德华说过一句话,向华强是我的恩人。 我会记住一辈子,去年12月向华强做七世大寿。 当晚也是刘德华在洪馆的第二场演唱会,演唱会结束后,他马上飞车赶过去。 即便为了演唱会,连日奔波自己已经疲惫的不行,可是他还是亲自赶到现场。 去给这位年轻时,提拔过自己的长辈庆生,还特意登台演唱祝寿歌曲。 而当刘嘉玲替大家为刘德华献花的时候,为了照顾刘嘉玲,他双膝下跪接过鲜花,从这里也足以看出刘德华的诚意。 宫崎俊曾说过,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相知相守。 无论谁都不会一帆风顺,只有一颗舍得付出懂得感恩的心,才能拥有一生的爱和幸福,他一生也温暖许多人。 在刘德华这里,你能深切地感受到,关于心火相传的温暖,因为他这一生温暖了太多太多人。 张涵韵在火星情报局上讲过一个故事,有一次开发部会,要拍照,台上站了很长一排人。 于是记者提出请求,让刘德华站在最中间,因为他是天王巨星。 可刘德华并没有往中间站,而是默默地走到了最边上。 我们就对他说,您来中间,您来中间。 刘德华说了这样一句话,不不不,只要我站到边上,媒体就不会把你们cut掉。 在《我是演说家》里面张卫健,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,1997年,张卫健投资房产。 不仅花光了自己多年的积蓄,还从银行那里借了不少钱,结果没多久,就遇上了金融风暴。 张卫健买的那栋房子,暴跌80%,如果不能还上贷款,就要面临破产。 就在这最难的时候,他突然接到了一家经纪公司的电话,让他签约。 看到希望的张卫健,对这家公司的老板说,我马上就要破产了老板,你能不能帮我渡过这个难关? 我没钱付贷款了,老板二话不说,就开了一张支票给张卫健。 后来他说,这个老板就是刘德华。 张卫健说,这是他一生中最最重要的一张支票,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 当时的刘德华还送了张卫健一句话,学到的就要教人,赚到的就要给人。 刘德华不仅这么说了,还真的是这么做了,很多明星在成名之后,都在工厂和感谢。 刘德华当年的帮助和鼓励,港星蓝结英当时遭受打击精神出现问题。 所有以前的朋友都躲着他,只有刘德华出来帮助他。 给他钱,还跑到相关的部门,为蓝结英申请应有的福利,让蓝结英的生活得到了改善。 所以,蓝结英说,这世界上没有多少值得信任的人,他只相信刘德华。 李克勤低谷的那几年,刘德华出钱帮他开演唱会。 演员正则是破产,从未合作过的刘德华请他拍电影,当年也是因为刘德华出了300万。 投资了那不疯狂的石头,才有了宁浩,也才有黄渤。 还有一件人尽皆知的事情,王宝强初次见刘德华,激动地对着刘德华一败。 刘德华觉得自己承受不起这一败,立马也跪地,并迅速扶他起来。 村上春树说,你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,帮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,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,逗你笑的人,陪你彻夜聊天的人,坐车来看望你的人,陪你哭过的人。 在医院陪你的人,总是以你为重的人,是这些人组成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。 是这些温暖使你成为善良的人,人这一生,总有一些值得被记在心上的情谊。 而从刘德华身上,所有关于优秀品质的代名词,你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,所以我总相信,就算是再过30年,刘德华也依旧很红,因为这样有品的他值得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